Hi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安安 Good night 大家好 你好你好 晚安晚安 晚上好 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 Hello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你好 你好 晚安晚安 又來到了每周日晚上的聊天時間 希望我們可以一直保持這個好的習慣 一直來跟大家聊天 希望每個禮拜天晚上都有這個習慣 好 燈好像太強了 我們弱一點 不然太網美了 欸 這樣好像比較亮欸 好 這樣好了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馬來西亞的晚安 你好 欸 馬來西亞的晚安怎麼講啊 你好你好 大家的帳號好難念喔 大家好 看起來有運動喔 又成 你怎麼會知道呢 你怎麼這麼厲害呢 明天就是禮拜一了 記得社 Hi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打給安安 打給安安 Good night 大家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晚安晚安 晚上好 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你好 你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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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了每周日晚上的聊天時間 希望我們可以一直保持這個好的習慣 一直來跟大家聊天 希望每個禮拜天晚上都有這個習慣 好 燈好像太強了 我們弱一點 不然太完美了 欸 這樣好像比較亮欸 好 這樣好了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馬來西亞的晚安 你好 欸 馬來西亞晚安怎麼講啊 你好你好 大家的帳號好難念喔 大家好 看起來有運動喔 又成 你怎麼會知道呢 你怎麼這麼厲害呢 明天就是禮拜一了 記得射鬧鐘 沒錯 因為 這禮拜假期 聽起來特別短 感覺起來特別短 因為只有一天 大家應該覺得 心情 特別的 不好 怎麼覺得明天就馬上禮拜一的感覺 大家好 大家好 嗨 剛剛在那個 IG上面有問大家說 有沒有最近什麼想問的問題啊 那 我剛剛看了一下大家 就是 分享的一些問題 有人問的 就是蠻嚴肅的 有人問的 比較 生活一點 然後有人問的比較 呃 有點像 未來性 或是聊天感嗎 這種的 所以我就想說 把它 稍微的整理一下 然後挑個幾題 我覺得是 可以來回答大家的 但是 在這裡要跟大家說明 我覺得IG就是一個跟大家聊天的地方 所以 我也在IG開帳號的時候有講過說 這裡我不太想讓他談太多的政治 那 談的比較多是 生活 或者是 自己的方面 那 政治的部分呢 我希望未來可以在 YouTube上面 或是臉書上面 用一種更正式的方法來跟大家談 那IG就是單純分享給大家 好的 大家 晚上好 呃 你可以問啊 可以 ROB ROB R O B S O N 小嗎 你可以 留言 然後跟我說 你想問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會不會 看到你的留言 好 嗯 吃了吃了我吃了晚餐 然後今天晚餐吃了姜母鴨 好 首先是有人問我說有沒有做過居家快篩 我要跟大家說 我最近才做過一次快篩 先跟大家說 我就是打了第三季 然後也打了BNT 然後前面是兩季AZ 後面是一季BNT 那一開始要打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講說 欸你應該要打什麼 欸好像有一些不同的選擇吧 然後有一些保護力不同什麼的 但我毫不猶豫的就預約了BNT 就心裡想說 其實應該也沒有差吧 所以我就預約了這個 上次跟佑成一起去寫春聯的地方 南港的成德市場 在忠孝醫院對面 然後在三樓打疫苗 不得不說第三季的這一針 真的蠻痛的 就是打下去的那一刻 你會覺得針頭好像有點粗 然後有點痛痛的 結果我的 因為我前面打兩季的AZ 其實都沒有什麼事情 可是一直到後來打了BNT 發現這一次的副作用有一點多 有一點厲害 嗨 好大家說什麼 狂暗愛心會當機 真的嗎 那等一下可以來按一下 看看那個狂暗愛心會不會當機 反正呢就是打下去之後呢 就發現 呃 當天頭有一點暈 然後頭暈完之後呢也 當下是沒有太多反應 不過後來開始覺得自己有一點輕飄飄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浮在太空中的那種 呃 好像小叮噹 走路會離地三公分 那個熊熊熊的聲音 所以 當下走過 當下是暈 然後 開始就是全身痠痛 然後痠痛完之後就 開始很不舒服 覺得全身沒有什麼力氣 大概這樣子的狀態維持了將近兩天左右的時間 一直到第三天你才有一種真的醒過來的感覺 前面兩季的AZ都沒有這麼強大的效果 然後對沒錯就是飄飄然 完全是飄飄然的狀態 然後 呃 覺得很不舒服以外 就是覺得 腦袋脹脹脹的 結果 好死不死的 打完了疫苗這兩天的狀態結束之後 隔天開始我就一直在打噴嚏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 呃 過敏 因為我有一點點鼻子的過敏 所以我就想說那應該是鼻子上面 鼻子空氣不好 所以會一直想要打噴嚏 然後 那天就是打完噴嚏之後 隔天早上起來 大家應該有那種感冒的經驗 就是你一早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完了我今天感冒 這種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 有一點點喉嚨乾乾 然後癢癢想要咳嗽的那種感覺 結果我就 立刻發現這個感覺 我就覺得完了我感冒了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嗨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大家應該都有這種想要 嗯 快要感冒 但是還沒有完全發作的那種感覺 然後當天我就抱著這個病庭 去了跟珊珊還有市長一起去劍談 那因為那天是要開那個 加強型的防疫專者旅館 然後因為要開這個記者會 所以我就跟行程跑去 結果去了之後 發現我的聲音沙啞 然後流鼻涕 就很嚴重 然後也不是很嚴重 但是就是說不舒服 我一直以為是 可能是不是疫苗遺留下來的副作用 結果後來 這個過了之後 馬上 我到車上之後 我就跟珊珊說 欸我感冒了 然後珊珊就說 你 回去看醫生 回去快晒 回去下車 然後 我就想說 他就說你不要傳染給我 我就說好好 我趕快去 就自己想一想 覺得也是有一點可怕 就是 是不是應該要快晒一下 所以我就跑到康斯美去買了一組快晒試劑 其實快晒試劑好像都 還蠻簡單的欸 如果大家有看到 那個 一買那一組 裡面其實他都有很詳細的步驟 所以我就買了一組回來自己這樣搓筆子 然後搓完之後 等那個檢測結果 幸好是陰性 反正 就是這樣子 然後 結果檢測出來是陰性 我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醫生之後 就 開始吃了 三天的藥 結果就好了 那個感覺就沒了 所以 有人問說有沒有做過居家快晒 當然是有的 而且是最近 一組不便宜對不對 對 真的一組真的不是 不太便宜 而且還有分喔 就是 有分牌子 有分 三件組 或是五件組 就是裡面的內容物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真的 去 去 起床後喉嚨乾乾 有點痛就不妙了 這種開始 就準備狂灌溫開水 對 這種情形 就是你會開始覺得完了 不太妙 然後好像 要 要 要開始的這種感覺 真的 這時候應該狂灌溫開水 應該是很有效 你就會整天一直狂喝水 應該就會蠻有用的 沒錯 然後 好的 星期二發票要開獎 什麼意思 好 接下來就是 有人問說 春聯 因為我那天發了一個文說 春聯是 毛筆字 我要再練一練 這幾天 因為跟佑誠一起去 寫春聯 就有 開始造就了我一些 發現自己毛筆字寫的 實在是太爛的這個事情 嗯 突然發現我的毛筆呢 從國小開始 不僅沒有天分以外呢 也沒有練習 所以 當天 我昨天發的那個IG的照片的 那個 那個 兩個對聯 不是我 寫的 大家都以為 那個是我寫的 那個是 老師寫的 老師寫的 然後 老師寫的很漂亮啊 他就是會用那個金色的筆 還可以 描邊有沒有 那種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 老師真的是 而且現場 剛剛講說我要寫什麼字 老師就現場寫給你 所以 那不是我寫的 毛筆字我也要再練練 至於春聯的話呢 今年沒有出 今年有出 紅包袋 對 保證有出 春聯 那 我來看看大家在說什麼 看得出是明家的手筆 沒錯 真的是明家手筆 因為 那個是 每一年 宥辰好像都找幾個老師來寫 然後 都特別的厲害 他們可以直接現場畫畫 畫那個老虎 然後 老虎可以用金邊跟黑色的來描 然後就變成一隻老虎 所以 宥辰剛剛說 叫我明年的春聯開始練兔字 我覺得 兔字應該比較簡單 兔字應該是 比虎字還要簡單一點點 吧 覺得這個應該是 比較容易可以做的 好的 然後 再來就是 大家有問說什麼 什麼時候要上朱大的直播聊天 這一題好像最近一直有人在問耶 是不是朱大的那個粉絲 有來到了我的直播 最近 確實有要去朱大直播的計畫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也就是下個禮拜 再過年前 然後 嗯 應該可以講吧 明天晚上 要跟朱大一起直播 有一點害怕 不知道朱大聊天的 那個 會不會很緊張 但是 有一些小秘密可以跟朱大分享 就是 我以前就認識他的秘密 哈哈 朱大那邊很硬 對真的 有聽說 這個 朱大這邊 確實是 聊天的那個 需要 很認真的跟他聊天 很認真的聊天 所以 我會 接下來 明天也有廣播 然後 還有直播 那 這幾天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 政治人物或是公職人員 在中央的規定之下 都有盡量不要跑攤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事情 就是 現在疫情這樣子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過個好年 這也是為什麼我昨天在臉書上寫說 大家應該要好好的 嗯 好好的做 做好防疫 口罩要戴好之外 其實手 手部的清潔也是非常重要 現在大家應該都已經養成那種 到一個地方 然後就要用酒精消毒手的習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良好的習慣 大家應該要繼續保持 因為 這個疫情呢 看似是需要大家一點點 努力跟時間 希望今年的過年 大家可以一起過個好年 沒錯 好的 來看一下 大家在留什麼 大家說 朱大訪問過學姐 沒錯 這件事情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是後來 影片被挖出來之後 我才發現 喔 原來我在 年少的時候 就已經遇過他了 但我有點忘記 那天是不是朱大本人欸 如果是朱大本人的話 我應該會認出來啊 但 沒有我們後來 我會認識他 是因為另外一個緣故 不曉得明天在直播上面 有沒有機會跟他聊到 可以鎖定一下明天 跟朱大的直播 然後 有很多節目啦 比如說館長的直播啊 或是什麼 九四要客訴啊 這些直播其實 直播節目其實 有來邀約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時間可以來拍吧 另外是說 明天廣播是什麼時候 明天的廣播是 早上 早上的八點 就是 維漢哥的直播 維漢哥的廣播 那個 POP Radio 九一點七 所以大家可以鎖定一下 明天一早跟一晚 都有我的直播 欸不對 都是我去蹭人家的直播 然後 可以問智涵他上過朱大的節目 喔我知道 智涵上朱大的節目 都是戰狼小姐姐的狀態 好喔 有說有需要協助的 拜託可不可以私訊我 讓我知道一下 你有什麼地方是需要協助的 那如果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當然非常樂意幫忙 好的 我來看一下 大家晚安 再吹一曲長笛喔 我好久沒吹長笛喔 好像是需要練習一下 如果是這個 或者是說那個 我們要不要來合奏一下 我來看一下喔 波基哥的訪問 對 波基哥的訪問 我也 我也上過 但是 我也跟波基哥認識 認識蠻久的 所以其實聊天起來 就有點像是 平常在聊天的感覺 然後廣播的節目 其實 我一直也有在主持一個廣播節目 或許很多人 不太曉得 台北進行室 台北廣播電台的 台北進行室節目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當過主持人 好的 很久之前就有在關渡宮看過我 其實我以前都會騎腳踏車去關渡宮 運動 從我家騎腳踏車去關渡宮 新聞大白話 當然新聞大白話 那個 希望可以 固定的時間去 接下來應該有更多時間 可以自由發揮在那個節目上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時間是要在 地方組織上請跑 好 這個剛剛在 收集題目的時候 也有一些人問我 說 什麼 呃 今年 今年 今年有沒有什麼 士林北投推薦的美食啊 或是 你是不是北投人 北投國中嗎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是 在 在 業界 新聞界裡面 其實很多人是 學長姐 輔大出來的學長姐 對 大家都可以叫我學姐 如果真的是 那個 正統的學姐的話 你趕快留言告訴我 明倫國中 喔 就在附近而已吧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 大家應該都 知道 文林國小 就在中正高中附近 然後 以前我要上學 都是用走路的去 直接走路去上學 然後我都會經過某些巷子 然後經過巷子的同時 就會遇到很多同學 然後就這樣一路串門子 串到學校 然後走進學校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那個 學校 校門口一進去之後 上面就會掛兩個 本週的中心得目 然後有兩個字 譬如說 本週的中心得目是 孝順 然後你走過去的時候 你要認真的看那兩個字 因為每一個禮拜都會壞 然後每一個禮拜的招會的時候 忘記是教務主任 還是訓導主任 反正就是會 Cue一個學生 然後 回答 本週的中心得目是什麼 然後你萬一沒有看 你就會不知道答案 所以有些人 可能上學的時候 就很想睡覺 就直接走過去 就會沒有看到那個答案是什麼 然後後來是念 蘭亞國中 跟明倫高中 蘭亞國中 那時候 念 念 12年級的時候 參加了管樂團 然後後來又擴編成為管弦樂團 然後在裡面吹長笛 那時候長笛其實還蠻多人的 還蠻多 還蠻多支長笛一起合奏的 後來念明倫高中 考上了明倫高中 那念明倫高中 其實也是因為很近啦 很方便 坐公車就會到 那明倫高中裡面就參加了大眾傳播社 所以就是一路都對新聞啊 或是傳播這些東西非常有興趣 覺得這些東西就是我一直以來自己想做的東西 沒錯沒錯 好的 喔 成圓高中插一個捷運站 成圓高中插一個那個 要下地下 要下地裡 好的 這些大概是剛剛大家問我的問題 然後還有說士林北投的美食 士林北投的美食真的很多 尤其 但是我推薦的幾間 大家應該都知道在哪裡 還是我應該再講一次 就是反正在天母一帶呢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那像洋蔥啊 或是溫德這類的老牌餐廳 大概應該都蠻有印象的 就是那種西式的餐廳 其實這些餐廳應該蠻多人都吃過 洋蔥 不然洋蔥變成洋蔥先生跟洋蔥寶 我記得 但是以前最古早時代 在天母的時候它叫洋蔥 然後 曾經隨意鳥地方也開在天母 就是現在的 現在應該是星巴克吧 或是旁邊還有一間早午餐點 然後 那時候的隨意鳥地方 其實 在那邊算是 也不算平價 但是 是賣義大利餐廳 然後後來 還有什麼好吃的 嗯 我就推薦的就是 我 鍾愛的世界一周 天母的 好吃又便宜 天母的吃吃看其實 喔對 天母的吃吃看好吃耶 那個布朗尼巧克力蛋 布朗尼蛋糕 然後 它裡面會加一點點棉花糖 會這樣熊熊的 好吃好吃 洋蔥以前真的很好吃 那一間都要排隊耶 而且它的滷肉飯吃過一次的人 你就知道 吃完之後它的那個滷肉 它的 它上面的那個滷肉啊 有些滷肉就是太鹹 或者是 吃完你會覺得很想喝水 但是它家的滷肉不是 它家的滷肉是你吃完之後 用嘴唇這樣 會嘴唇會這樣黏在一起 就是那個豬油 整個 沾滿你的嘴唇 很棒 那邊真的是 很好吃 還是大家有沒有什麼 覺得好吃的 也可以來那個 推薦一下 有人說皇家牛肉麵 皇家牛肉麵在那邊也是屹立不咬很多年 還有旁邊的銀做日本料理 好吃 就是 嗯 經濟實惠的 台式口味日本料理 很強 以前除了皇家牛肉麵之外呢 那邊還有一間 中十二刀小麵 那一間真的是 經典中的經典 可是後來 關起來了 不過 如果關起來之外呢 你還可以參考一下附近的一家 叫做皇家披薩 這家皇家披薩呢 對我來說 印象深刻 因為以前在吃 在藍牙國中念 玩自習的時候 我們都會訂這家皇家披薩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這種披薩 然後你可以點個人的 不知道現在菜單有沒有改 你可以點個人的 然後個人的呢 你就可以把它 呃 一個人吃一小塊披薩 其實是 還 算 剛剛好 蠻好吃的 經濟實惠啦 好吃 真的 阿財鍋貼 欸真的欸 大家其實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那個阿財鍋貼 華龍街的肉跟湯 欸 到底欸 華龍街的肉跟湯 不是在門口喔 華龍街的肉跟湯 你要走進去 不過華龍街門口的甜不辣肉丸 也很好吃 然後 那邊還有臭豆腐 就是 大家從 士林捷運站走 中正路一路過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那邊有一個華龍街市場 早上是起床 晚上的時候會不會吃 會賣吃的 大家就可以看看那邊有什麼好吃的 但是你如果要吃肉跟湯的話 要記得走進去裡面喔 那邊真的好吃 喔 路特西咖啡 也是經典 那個天母的路特西咖啡 早餐時間去那邊吃他的可頌 好吃喔 欸怎麼辦 越吃越介紹越多了 大家 那個名單收集起來 還是來拍那個 吃 吃的 吃的影片 就把所有士林捷運的美食 全部都吃過一遍 這樣子 對 華龍街肉跟湯算完場 對 真的是算完場 就像是 欸 華龍街肉跟湯的完場 還沒有到很晚耶 更晚的應該是士林夜市裡面的 生草 那個草羊肉 那間算是 完場的 但是那間完場 每次都很多人 嗯 華龍街甜不辣老闆的聲音是傳奇 欸你真的 真的很在地耶 真的真的真的 喔 大家介紹了非常多吃的 所以 如果大家 對於這個 士林北投的美食有興趣的話 不然我們來開一個系列好了 都在吃這樣子 把士林北投的美食吃過一遍 北投的張無忌十幾麵 喔 這間也是經典耶 那個 他有非常大份量的麵 然後每次去 嗯 我記得上一次去 我們好像是外帶 家裡面點了 然後外帶回家吃 分量超多的 點了一大堆 士林的炒羊肉都要排隊 對 士林炒羊肉就算很晚 你也會覺得 欸大家不是應該回家睡覺了嗎 但是 欸大家都還在排隊 炒羊肉真的是好吃 北河紅茶 推明泉跟高季 高季好喝 高季好喝 而且高季都開很晚喔 如果 嗯 10點多算完嗎 10點11點 如果大家覺得 想吃的 想喝茶 推薦高季 高季算是 清香的茶 喝完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然後 欸不確定大家 對茶的那個過敏 不是過敏 對茶的咖啡因接受度到多高 但是高季我喝了幾次 喝完之後 是不會睡不著 對 所以可以建議大家 喝喝看 紅茶綠茶 烏龍茶 都有 好喝 而且又便宜 嗯 再找佑成來拍美食 可以欸 反正他每次都叫我去推薦 內湖的美食 我可以叫他來推薦一下 士林北斗的美食 高季無憂茶 真的真的 而且 嗯 他可以調糖 嗯 甜度 那就看你自己喜歡喝糖 是多少 如果有人喜歡喝比較甜的話 你就可以調 但是我上次是叫 我好像是叫一 少糖 還是 忘記了 微糖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 好喝 喝完之後不會覺得負擔太大 有人把高季當水喝 太厲害了吧 但高季生意也蠻好的喔 所以那個 嗯 嗯 要 要買要快 要買要快 好的 欸 Z9來了 哈囉 Z9 其實士林夜市真的 以前 我記得 也有很多好吃的 譬如說 廟口 嗯 大家知道的廟口在哪裡嗎 就是要走到最裡面的那間 廟口那邊 那邊的兩排 我覺得其實都蠻好吃的 然後 嗯 還有 還有什麼啊 大家應該差不多都介紹完了吧 北投 士林 其實都差不多介紹完了 真的 樓上把當水喝真的太猛了 真的 你把高季當水喝 你真的是高季忠實粉絲欸 哈囉哈囉大家好 Z9來了 Z9 那個 身高 不要太高 下次受訪的時候 不要再站太高了 好的 剛剛推薦了一系列的美食 之外呢 嗯 我看一下喔 大家的留言還有什麼 晚餐吃什麼 就是今天晚上吃薑母鴨 另外就是頻道什麼時候開會員 我第一個家 這個 嗯 還在思考中 還在想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 開會員 而且開完會員之後 要做什麼樣的影音頻道的內容 還在思考 不過 希望可以盡快推出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個會員制 YouTube訂閱制 大家 學姐要不要拍一集 士林夜市吃火片 要 嗯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提議 我可以把 士林北投的美食 一次吃完 然後推薦給大家 分成不同集的影片 嗯 我覺得應該 蠻多間的 可以分成蠻多集的 學姐每次上節目 都覺得眉毛忽長忽短 真的嗎 可能每天畫的都不太一樣 板橋最大尾 板橋最大尾 Z9 歡迎大家去追蹤他的IG跟臉書 可以看到他最近 一系列有趣的發文 以及他每天都很認真的在掃市場 呵呵呵 好的 然後 剛剛回答了一些大家的問題 那 至於有一些 就是 留學的問題呢 在這邊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那天已經把它拍成一個影片了 那 收集了一些大家基本上的問題之後 重整了大概將近快要八題吧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比如說留學要花多少錢啊 為什麼想去留學 然後會不會受到種族歧視 怎麼跟外國人交朋友等等 這些我都把它整理好 變成一支影片 那 希望在年後 可以在線上跟大家見面 之後我也會針對一些不同的主題 可能就會在IG上面跟大家收集一下 大家想知道的題目 然後 我們再把它拍成影片 一次的完整回答給大家 不然我怕 這個 這個 這個IG直播 有時候大家沒有跟到的話 就會 沒有聽到我的回答 這樣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做了一支影片 希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交代一下 這個留學的問題 好的 然後 大概 就是這樣 今天還有一些東西想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 我之前 蠻久之前拿到的一個 禮物 然後呢 前這幾天呢 我在整理我的 那個辦公室 因為前陣子就是 遞交遲程 然後這幾天就開始整理辦公室 然後我就發現這些禮物 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這個 噔噔 這個是 KID哥送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吧 這是一件衣服 然後是KID跟坤達聯名的 然後我就拿 然後我就拿 拿到 然後那時候一直放在公司 然後忘了 忘了那個 野人 部落以及坤達 的 這個logo 然後後面是長這樣子 這件衣服 野坤 忠實坤達粉 然後忠實的 謝謝KID哥 送的這件衣服 很漂亮耶 我覺得材質很好 只是它是短袖 所以可能等夏天的時候再穿 對 登登 絕版了 真的喔 現在這個絕版喔 唉唷 這個 很讚耶 這個是我今天收到的寶 然後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還有 袋子 袋子上面其實有很多紋路耶 很多不同的花紋 整體來說質感真的是超爆好 這買不到了 針頭這買不到了喔 那我要好好珍藏才行 還是可以 要一下簽名 然後呢 今天還找到了一個 我的盒子 這個是 我從 倫敦的時候 就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除了大家看到 我那個後面牆壁 有一系列的明信片之外 我還另外一個是 我很喜歡收集公仔 這個是扭蛋吧 我記得 這裡面有超多 你看他們全部躺平 然後我今天看到 我就覺得很可愛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 這樣 拍得到他嗎 小小兵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 這個系列 我記得是在倫敦的時候買的 就是他是小小兵系列 然後是他們 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時期的樣子 其實很可愛 還有這個 跟這個 小小兵 然後他 這個系列 我好像收集了 所有的 全部 然後 好像沒有抽到 有抽到重複的 但沒有抽到太多重複的 因為 在倫敦的超市裡面呢 他會賣這種 小小 小小的公仔 然後我每次去的時候 就會收集 一系列的小公仔 然後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 有的沒有的 譬如說 破到動物園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非常的 特別 可愛 喔 用Apple Watch看 這樣以後有字卡 就不會是反的 喔真的喔 OKOK了解 我還沒有慎重的使用這個功能 我會再來好好的看 就是今天在整理座位的時候 發現這一系列的東西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這一隻 大家應該知道這隻是什麼吧 這隻是玩具總動員 裡面的 頭髮跟我一樣順 謝謝囉 很順 而且髮質很好的感覺 這個這個 欸這個版本很難抽耶 這個是什麼 真子加後到動物園的版本 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呢 希望大家可以 之後可以鎖定 我們的 我的 YouTube頻道 叫臉書 IG 那希望在這些頻道上面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內容 跟大家更新 包含說 但是我還是會把它分開來 譬如說臉書上 可能會談一些 比較重要的議題 或是 比較 政治性的話題 那IG就是一樣 其實希望它是 保留給大家的一個小天地 然後可以在這邊跟大家 聊聊一些簡單的東西 生活上的東西 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輕鬆聊天 自在聊天 那 YouTube的話呢 有一些直播 可能到時候會來看看 思考一下該怎麼做 這個我覺得 會需要一些企劃跟計畫 那影片的部分 還是會持續的在 有一些更新 希望可以在 美食系列 我是覺得 欸好像真的可以做 好像聽起來還不錯 畢竟可以去吃東西 所以好像OK 好的 謝謝大家今天來陪伴聊天 不得不說 我們又聊了將近 40分鐘 也是蠻厲害的 都是我一個人在講 還是下次我們找人來一起直播 還是下次我們找人來一起直播啊 看看有沒有人要一起直播 或者是下次找Z9 又陳 真語 一起來直播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上來跟大家講一下的 是不是 IG不要聊太嚴肅的 對啊我也覺得 就是 IG就是大家喜歡一些比較輕鬆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這裡就是一個小天地的感覺 我們就聊一些輕鬆 就是聊說你晚餐吃什麼 聊一下你 中餐吃什麼 好啊 演書的直播呢 就會讓他 比較多 跟工作有關係 Z9說這樣 報名的人會很多 有人要找寶貞 找台哥 Z9要不要第一個報名 這樣你就不會被電視台切掉了 剛剛阿信有直播 不是在演唱會嗎 真的假的 IG聊一下兄弟終於總冠軍了 還沉浸在總冠軍的那個喜悅跟感動之中 今年我沒有去看耶 因為很害怕 然後想說 我如果不去看的話 應該就會總冠軍了吧 殊不知 喔 真的總冠軍啊 信哥似乎開直播了 真的喔 演唱會直播 喔 哇 那我剛剛沒有follow到 奧馬牌1號 好的 Z9你就拿1號了 下次跟你一起直播 我們來看看 研究一下IG的那個 直播功能 這樣串怎麼串 還是要一邊直播一邊寫春戀 還是要一邊直播一邊寫春戀 不要再寫春戀了 我都幾點睡覺喔 我都11點12點左右 最晚12點半 這個年紀已經撐不過12點半 倒數跨年放煙火 什麼意思 好的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來加入我的直播 希望下一次可以再玩一些不一樣的 譬如說直播吃東西 或是直播幹嘛的 然後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可以在IG上面做 然後臉書也可以歡迎大家去追蹤 如果你想看一些比較嚴肅啊 或是真的要認真討論政治議題的話 好 覺得臉書是另外一個空間 再來呢 就是 Youtube頻道 台北有解黃靜穎 台北有解黃靜穎 就會搜尋到我的頻道 哈囉 大家好 欸我人數回來了 是不是因為阿信把直播關掉 所以我現在人數回來 傻眼 阿信搶粉 是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吧不同粉 好的 大家 大家 可以鎖定一下直播 希望未來就是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可能八禮拜到九點之間 可以來線上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 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聊一下最近在做什麼 完成吃什麼 嗯 沒錯 下次可以化妝教學嗎 可是 化妝就是一個我不擅長的東西 畢竟剛剛有人說我眉毛時長時短的 就是 有時候抓不太準那個距離 或者是早上 起床的時候 早上起床的時候 那個眉毛有時候 畫得一高一低的 然後就出門了這樣子 嗯 阿信直播一下下而已 真的嗎 我沒有看到那個欸 我沒有看到阿信的直播 32 Vinci嗎 他說 年過30真的有感 12點後就慢慢就去了 對 12點後你就會開始迷茫 覺得 好像真的很晚了這種感覺 可是 對很多人來說 很多年輕人來說 應該12點之後才剛開始吧 阿信直播唱幾首歌 就是因為阿信剛剛唱 喔 原來是阿信剛剛在直播 懂了 會想再上狼人殺嗎 會啊 我上次有講過 我會想再上 因為我 後來看回放之後覺得 自己的那個 嗯 一開始講的沒有到太好 第一集啦 第一集講的沒有到太好 第二集呢 就是做對了選擇 但是我覺得 論述的部分 可以再加強一下 畢竟每次看都覺得 哇大家好強 那個邏輯 觀念很強 所以覺得 應該是可以 可以 稍微再加強一下 如果我未來還有機會 再去上一次狼人殺的話 好的 雨河來了 雨河雨河 哈囉雨河 雨河 大家也可以去追蹤一下他的IG 這個 美美的雨河 前幾天也跟我們一起去寫春聯 然後他的福字寫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說他是不是有偷戀 我一直懷疑大家都有偷戀 沒有人偷戀 好的 YouTube頻道可以再說一遍嗎 YouTube頻道名稱是 台北尤姐 黃靜穎 那之前我做了幾支影片 跟團隊這邊一起討論合作 做了很多 比如說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做訪問了這個 加強型防疫專責旅館 或者是有做一些 疫情下 比如說 線上庫克雲啊 這些東西等等 那另外還有做了 疫情之後的轉型 比如說 梁喜浩 那 之前有人問我 私訊我說 我是不是在幫梁喜浩打廣告 嗯 我覺得梁喜浩是 台北市的百年老店 而且他 非常的認真 也就是 他在疫情之中 做了非常多的轉型 然後他也做了很多 大家可能過去想像不到老店會做的事情 然後他把老店變成一個文創品牌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 希望可以宣傳給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萬華在地這邊有一間梁喜浩這個店 是非常認真跟用心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影片 那 看一下喔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最後再來 回答一下 大家 有人在隔離中喔 真的喔 是剛回來台灣嗎 預告一下明天上節目的時間 明天早上八點 要去韋漢哥的直播廣播節目 自己的學長廣播節目 然後 晚上的時候 在諸大的直播 恩 好喔 感謝大家 看來這個 我們的題目都回答的差不多了 時間也漸漸到了9點45分 比我們30歲的老人要睡覺的時間 剩下 嗨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